我从没见过这么社会的宝宝 肩膀纹着落胜都刺青 肚子十厘米大刀疤 一张嘴 起码四十年燕灵老黄牙 你没猜错 他其实是个侏儒 江湖外号小恶魔 今天才刚刚醒满出狱 唯一的小弟忠心满满 硬是要给他开车门 别看小恶魔身材矮小 他威风起来 给小弟一巴掌对方都不敢反抗 而为了庆祝老大出狱 小弟立刻安排了一场珠宝店抢劫 小恶魔看他拿着枪响强攻 又是一巴掌过去 这年头罪犯该学学智取了 只见他躲进包包里 让小弟带进了珠宝店 接着他小心翼翼磨洞 来到了大钻石桌下 再利用钻机钻开小洞 顺利偷走大钻石 谁知忽然来了只狗狗 不知情的小弟硬是把包包背走了 结果狗狗一废 店员立即发现了钻石失窃 两人赶紧逃上车 却不料一打火 这车居然原地转起了圈圈 原来因为围停 后轮给交警锁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徒步跑 躲进了便利店 见警察追了上来 小恶魔为避嫌 赶紧把钻石塞进旁边夫妇的包里 等安全了再一路尾随 来到了小两口家外 小恶魔趴在窗边打听情报 发现这对夫妇一直想要个孩子 于是 小恶魔扮成婴儿 被小弟放在了门外 谁知来了只哈皮狗 上来就把他当树桩 送为一抛陈年黄酒 这时小两口出来了 他们看到小恶魔身上的纸条 麻烦照顾宝宝 我们养不起他 我怀疑这两人智商肯定250 这脸老得像40岁大叔 居然信以为真当成了宝宝带回了家 就问你顶得住吗 我从没见过这么成熟的婴儿 一脱下纸尿布 这大小哪里是婴儿 你说是黑黄台明星我都相信 虽然这长相令人意外 但一直想要小孩的两口 二话不说就领养了小恶魔 但爷爷东看西看 总觉得这宝宝像个怪胎 见小恶魔坐上自己的宝座 他就赶紧赶跑 可社会哥小恶魔也不惯着他 偷走饼干就是塞裤裆洗一洗 等爷爷拿起来一吃 这味道可真够紧 而为了庆祝小恶魔的到来 两口子叫上了亲朋好友 就是他们一看到人 集体罚站干瞪眼 这他压的真的不是个猪如吗 接着好友上去捏他鼻子碗 结果 这时小恶魔发现有个绝带有物 上去就是要抱抱喝奶奶 美女也很善良 立刻就答应要喂奶 结果 到了晚上 两口子见小恶魔有点流鼻涕 便要给他量体温 但婴儿不能把温度计塞嘴 只能塞菊花侧 小恶魔吓得赶紧反抗 差点没把阿黑给拧骨折 但碍于体型劣势 阿黑硬是把他给压住 接着 等到第二天睡醒 老婆直夸阿黑昨晚真猛 居然打了两次本蕾打 阿黑一脸迷惑 结果被窝直接翻出个小恶魔 呃 我 两次本蕾打 接着来到早餐时间 小恶魔见爷爷桌上的早餐 他一个起跳就拿走两根香肠 看没被发现 又把饼干拿起来往左塞 等到爷爷一看盘子 老子早餐咋不见了 随后老婆出门上班 阿黑留在家里和小恶魔玩起了躲猫猫 结果 I see 小恶魔赶紧拿走藏着钻石的包包 可刚想出门 老妈回来了 她又赶紧拖走阿黑 丢在沙发上 接着自己坐在地板装乖巧 老婆一看阿黑倒头大睡 差点没把她踹出家门 而为了逗小恶魔开心 阿黑只好带她出去玩 结果小恶魔抢走车钥匙 自己就开车跑了 这婴儿也太猛了 一岁不到就会开车 可警察以为她是被人拐跑 在后面紧追不舍 婴儿撵过破胎器 车子直接撞向了一边 接着她赶紧坐到后座 等警察上来 就装作嫌犯潜逃了 见老爸阿黑赶来 她又装哭半气委屈 但要知道 她可不是什么婴儿 而是年近40岁的诸如抢劫犯 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小恶魔被通缉的新闻 还是被爷爷看到 为了拆穿这个假婴儿 她借口说要自个儿照顾孩子 让两口子出门度蜜月 接着她抱起小恶魔 硬是往天上抛 小恶魔也不好惹 站起来就是个致命的鸡 等到两口子回家 发现爷爷居然掐着宝宝在地上摩擦 气得他们直接叫来养老院抓人 然而爷爷走之前 不停说着让他们去看泰迪熊 阿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 于是他拿起泰迪熊 却发现这是个录像机 等他打开录像 这才明白自己这一岁的样子 居然是个侏儒抢劫犯 但为时已晚 小恶魔已经偷走钻石被小弟接走 可小弟却表示 这段期间一直有同行在找这颗钻石 不过既然小恶魔跑了 那么遭殃的只有那对夫妇 然而小恶魔早就对他们产生了胆情 为了护不及家人 他把小弟踹下车 自己开车赶了回去 可此时同行已经来到家里 他们刚想对阿黑暴力逼过 小恶魔却装回婴儿出现了 而这群罪犯也很懂 毕竟护不及家人 手下赶紧把他抱进了房间 结果 另一个手下杀了上来 却不料 此时阿黑躲到房间 趁老大不注意 他直接来了套连环橡胶学 接着他拿起手枪 但老大一看 这不是在搞笑吗 夺走手枪又是反客为主 阿黑和小恶魔被带到客厅 然而小恶魔却丢起了纸飞机 最后警察接到报警赶来 将这伙罪犯统统抓走 而阿黑却让小恶魔把钻石 交给警察叔叔 他被逼无奈只好照做 谁知警察见脏物找了回来 反手就奖励他们十万美刀 而两人的这段父子情下来 阿黑也选择冰释前嫌 和小恶魔做起了好哥们 可意想不到的是 阿黑之后有了小孩 小恶魔上去哄娃 他一看 电 这孩子和他爸长的真相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矮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